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 多元族群分享爱 民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 多元族群分享爱 很多的新住民朋友 他们来到台湾生活 其实大部分啊 都是进入职场工作 他们进入职场工作 最主要的就是希望 可以帮忙分担家计 那这些新住民朋友 他们也可以来参加 政府单位 还有跟这个社会企业 还有民间单位合作的 职业训练的课程 来提升他们的就业技能 那现在啊 有很多标榜 手工制作的商品 也就是DIY的技术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主题 就要来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职训课程 是有关于手工造制作 这一方面的培训资讯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 特别为大家邀请了 两位专家来跟大家分享 那分别是社团法人 苗栗线新出发协进会的 创会长 以及各项训练计划的 计划主持人 彭新云老师 还有手工造达人 手工造的老师 赖淑美老师 待会都会一起来 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欢迎 社团法人 苗栗线新出发协进会的 各项训练计划的 主持人彭新云老师 欢迎彭老师 大家好 好彭老师 先来跟我们所有的 听众朋友聊聊 就是社团法人 苗栗线新出发协进会 主要是提供哪一些服务 那开办了哪一些课程呢 好的 那么我们社团法人 苗栗线新出发协进会 那么其实我们在课程方面呢 跟我们的名称很接近 就是观心的这个心 这个心呢 是我们的爱心 心脏的心 先出发 对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 关心的部分呢 是我们在健康 就是身心灵健康 这个区块的 相关的课程跟训练 对 所以提供的部分 大多都是有关于 职业训练的 对不对 职业训练或在职训练 都有 在职训练 对 那当初怎么会想说 要引进这个 手工造的一个 制作的教学呢 是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呢 这跟我们的名称 就是我们的宗旨 因为我们一直希望用 新出发这个单位呢 关心民众的 身心灵健康 那所以我们相关的课程呢 都是在于养生 或健康的带动 有关的课程 所以我们原本起家呢 我们在于 经络方疗养生啊 或者是呢 有一些健康按摩的区块 那同时呢 我们慢慢的呢 再结合相关的用品 包含保养品 包含像手工造 它的一个健康的取向 所以我们就开始呢 发展这个手工造 或者是一体造 相关的课程内容 因为其实手工造 已经流行好几年了 因为大家标榜说 环保无毒 对啊 所以在这个课程当中 你们也是会教导一些 可能这方面的观念 对不对 对 我们的手工造的课程的话 是从民国一百年 我们就非常非常的 积极的推动 结合整个健康产业 跟大家环保的一个概念 是 对 那在这样子的 开设课程之下 这几年来 我们也是有 陆陆续续很多 刚刚有提到 新著名朋友 来到台湾生活 他们也希望 可以到职场工作 然后来参加 职业训练的课程 比较好奇的是 他们对于手工造的资讯 了解的多不多 那怎么会去选择 这个课程 OK 这个问题是很妙的 就是 其实我们 在新著名朋友的部分 他们会接触到 手工造这个领域的技能 都是从美容领域出发的 是由美容的一个启发 对 从美容的一个 技能跟用品的延伸 然后才去 发展到对于手工造的兴趣 所以我们 在手工造领域 创转业成功的 新著名朋友呢 都是我们原本在 方寮美容系统的学生 所以应该说是 他们本来就有上这个 关于美容美学的一些课程 然后 保养的课程 对保养的课程 然后 反而他们又再更接触 多一点这样子的 方面的资讯之后呢 又再去上了 手工造的课程 这样子 就是 对 在 我们也会把课程 融入我们的美容训练里头 所以他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美容 跟养生课程里头 也学到手工造的技能 或者是 这样说好 他们可能会有用到 以前有用过别的清洁产品 对 对 美容产品 然后发现说可能 觉得天然的比较好 会不会有这样子 过来的学生 也确实 因为我们在要求 想要自己手工做 对 美容养生这个区块呢 我们的训练上面呢 对于产品的这个成分 跟它的质感 这个部分是很强调 给学生相关的观念 尽量往天然 这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他们也 从精油的相关应用呢 结合进去精油手工造 变成他们很喜欢的一环 是 对 因为那 这边老师也有开设一些 关于精油方疗课程啊 这个我们节目当中 之前有介绍过 对 所以有很多的 新住民朋友 他们在那边上完课之后 想要再更精进自己的技能 对 对 是 因为标榜手工造 他们就一定会去接触到 自己动手做的一个乐趣 对 一个过程 对 因为手工造 其实也界定为是一个 美容用品 除了是清洁用品之外 它的成分呢 也已经能够 跟美容用品呢 是并驾齐驱的 所以刚听 老师从这个民国一百年嘛 一百年 对 你这样现在七八年的时间 其实都不会退流行 这课程还是一直开下去哦 因为就是每天都用得上 对 对 但是我们在 就是我们会不断的提升 在我们的 就是手工造老师呢 我们的书美老师 我们会一直的不断的去研究 每一年课程 我们新的方向 能够带来什么样新的创作 或者是说领域的提升 虽然开设这个手工造课程 有七八年的时间 可是课程内容 也是不断的去求新求变 对 精益求精 对 去创造 而且因应现在的一些 可能时代的进步啊 对 然后课程要做一些 什么设计 什么改变这样子 对啊 这蛮用心的 所以老师这边就负责说 这个课程的一些 要讲研发吗 还是说您的 一个设计的一个理念 然后再给我们手工造老师 去做结合 对不对 研发确实是我们呢 非常非常用心的一种 其实不只是就是手工造成分的研发 甚至像课程的研发 对 课程你要怎么设计 对 你要怎么安排 对 好 那讲到这里呢 大家一定对手工造制作过程 非常感兴趣哦 所以下一段节目回来 我们就要邀请到 手工造的老师 赖淑梅老师来告诉大家 手工造的一个 课程的一个特色哦 那彭老师当初是怎么 找到赖老师这个诗资的 那这个是一个机缘巧合 那其实因为淑梅老师 赖淑梅老师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进修 非常爱学习的一个就是老师 那当初是因为呢 他也特别有到我们单位来 进修了某一项课程 那么我就发现淑梅老师 在这个手工造方面 原来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所以我也就特别的呢 跟他约了好好的聊一聊 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呢 觉得一拍即合 那就开始呢 一路 就合作到现在 对 是是是 好那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回到 多元族群分享爱 芙 不 好 好 两个 紫